您现正收听的是由谢涛播讲阿詹制作的听世界战国第七季统一天下 欢迎您关注谢涛的微博随时留意故事进展 在新浪微博上寻找谢涛微博 或加入听世界听友群群1 12130 6944群2 12130 6466 加入听世界与同好分享历史的精彩 在噩梦当中醒来的烙癌定了定神 把自己全身上上下下仔细地检查了一遍 发现除了眉毛和胡子 其他零件还非常完整 与此同时还看到了自己新的工作岗位 就是太监 更为重要的是 在这个岗位上 他很快见到了传说当中的秦国太后 这位曾经是最美的邯郸女人赵姬 从今往后 她的主要工作就是好好伺候这位秦国太后 反正给大伙表演是行为艺术 给个人表演那也是人体艺术啊 烙癌也没想太多 很快展示了自己的秘密尖端武器 热情洋溢的邀请太后 Check it now 如同所有看过烙癌表演的女人一样 太极先是给吓了一跳 随后如醉如痴 接下来就是要死要活了 至于如何遇生遇死 你自己想象吗 一个是身怀绝肌 年轻力壮的贾太监 一个是徐娘伴老 如狼似虎的秦太后 这干柴 这烈火 那不点都着了 具体的过程 因为时间的缘故 也适应吕不伟相国的要求 在这里省去十万八千字 用史书上的话来说 那就是绝爱之 啥意思 那就是爱呀爱呀 爱死你的意思呗 总之从那以后 太监和太后 就过起了相亲相爱 神仙一般的日子 与此同时 相国吕不伟算是彻底解脱了 有了烙癌 太后赵姬 很快就忘记了 吕不伟这只鸟了 两个人凑在一起 打得火热不说 赵姬还把万千宠爱 彻底转移到烙癌身上了 你想啊 以太后的身份来扶持你 你要不升官那就怪了 没过多久 烙癌就升了 当然不是生孩子了 他没那功能 是升官了 这是突破记录 史无前例的一次升官 而且是高升 在无功不受绝的秦国 烙癌先生居然因为 伺候太后有功 被封为常信侯 很快拥有了巨额的财富 家中仆人尽万 门客过千 很快掌握了 和吕不伟不相上下的权力 而且家中的封地 地跨两个郡 史书上说 又以河西太原郡为矮国 烙癌拥有的地块包括河西和太原郡 这也让他成为秦国历史上封地最广的人 史记当中说 事皆决于烙癌 这里的事指的就是秦国的政治了 换句话来说 当时秦国的政治 都是由烙癌来决定的 根据战国策的记载 在当时 秦国国内的官员 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 才能够上岗的 这个问题就是 为烙是乎 为吕是乎 拿现在的话来说 这就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了 你是烙癌的人呢 还是吕不伟的人呢 可能吕不伟吕老板 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苦心积虑的 想摆脱赵姬而已 好不容易扶起了一个假太监 没想到 最后居然培养出了一个 政治上的死对头 这烙癌 不仅是身体局部大 他的野心也很大 烙癌政治集团 从此成为了吕不伟集团的强大对手 秦国内部 现在一下拥有了四股的势力 烙癌势力 太后赵姬的势力 吕不伟的势力 和秦王正本身的势力 四股力量扭成乱麻 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其中最弱的势力 居然是秦王正的势力 在这种畸形架构下 明眼人随便想一想就知道 动乱即将爆发了 现在缺的只是一个导火索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点燃了这个火药筒呢 引爆秦国内乱的还是烙癌 因为他又生了 这回不是升官 是生孩子了 当然具体的过程不是他去做的 是由他的情人赵姬去做的 他只是负责开发而已 开发的结果就是 常信侯要当爸爸了 看起来烙癌和赵姬 两个人身体都倍儿棒 吕不韦和太后混了好几年 那都相安无事的 烙癌出现没多久 太后就迎来了自己第二个宝宝 哎呀 看起来功夫做得深 那效果确实不一样啊 吕不韦得好好反省啊 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呀 不过这一回烙癌并没有太高兴 当上准爸爸的烙癌不惜反忧啊 你想想啊 太后的身份是一个人身居后宫的 突然之间就怀孕了 这事谁经手的 这事传出去了还不炸了锅了 太后也很烦恼 为什么happy的事情总会有结果呢 两千多年以前的人们 估计还不讲究什么具体的避孕措施的 有了孩子也没有什么无痛人流之类的 事情当然比较麻烦了 不过幸好太后觉得自己的儿子嬴政 很听话 很孝顺 而且很好糊弄 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在自己儿子眼皮底下不好说事 那干脆就搬走呗 搬走以后那就是自己的天地了 儿子估计不会管这么宽吧 为了离开咸阳这个显眼的地方 太后还专门去算了一卦 卦象是说 自己住咸阳城不吉利 得出去换个环境躲避一下 就冲这个借口 就带着落矮迁移到 雍帝的宫殿当中去住了 这一卦算不算都是不吉利的 有了身孕 太后住在咸阳里 肯定不吉利 闹不好还要出大笑话 而雍帝是秦国的旧都 秦国的宗庙都在这儿呢 为秦王正举行的成人典礼 加冕仪式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简单来说 这里就是秦国的龙脉 发家福地 把自己的野种和野男人 带到人家祖宗坟头上了 太后也真能挑地方 更要命的是 他的秦人落矮 后来决定发动政变 除掉秦王正的地方 也选在了雍帝 这一下 你就不能不信命运的安排了 冥冥当中 是注定这一对 有这样的命运的 这一挂算的 能说得上是吉利吗 不过最起码在一开始 太后和落矮 没觉得住在雍城有什么问题 而且在头几年里 赵姬居然接二连三的 为落矮生下了第二个 和第三个儿子 在这个地方 长信侯落矮 就成了土皇帝了 一住好几年 飘飘然了都 潜意识里 他就觉得 自己才是真正的皇帝 见谁都看不惯 见谁都不服了 长信侯家同数千 门客千余 落矮 已经完全有了和别人叫板的资本了 不过 落矮的野心 比吕不韦的 要大得多了 吕不韦养门客 是称门面的 而家大业大的落矮 他仰视 是为了发动政变的 是想造反的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涛有声历史剧 三国到明清 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集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到明清 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 我们组建了新节目专辑的VIP社群 在群里 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 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 手动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拼 W-E-N-S-H-I 后面再加505 加了以后 它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夹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 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